巴菲特可能毁掉您前途的七个微小但致命的细节 当谈到成功和前途时 我们经常思考自己的工作能力和付出是否足够 但往往忽视了成功的关键在于行为和态度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有一些微妙但容易被忽视的细节 它们可能悄悄地影响着我们的前途 甚至可能毁掉我们的成功机会 在这篇文章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七个关键细节 每个细节都是通向成功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细节一 高情商聊天术成功的人往往是出色的沟通者 他们善于使用高情商的聊天技巧 高情商聊天术不仅仅是一种技巧 更是一种态度 它包括尊重 倾听和善用语言的艺术 在人际交往中 我们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可以决定成败 如果我们能够在交流中保持冷静 尊重他人 并在表达自己观点时选择合适的时机和方式 就能更好地与他人建立联系 增进好感与兴趣 举例来说 如何将一件事情表现的既能够批评 又能够表扬 这是高情商聊天术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学会将好事放在前面 如果我们想要传达一些批评的意见 这样可以让对方更容易接受 此外 我们还可以根据对方的兴趣和话题 找到合适的机会 使交流更加愉快和有意义 细节二 果断决策 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 我们经常需要面临重大决策 这些决策有时候机会稍纵即逝 如果我们总是犹豫不决 拖延决策 可能会错过很多竞升和发展的机会 果断决策是成功人士的一个共同特点 他们能够在关键时刻迅速做出决策并付诸行动 举例来说 想象一位企业家 在面临是否投资一项新项目的决策时 如果他迟迟无法下定决心 机会可能会被竞争对手抢先一步 因此 果断决策能够为我们创造更多的机会 加速前进的步伐 细节三 明智的交友人际关系 在成功的道路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而选择朋友也是至关重要的 与优秀 积极向上的朋友交往 可以提高我们的生活素质 激励我们追求更高的目标 然而 坏朋友可能会消耗我们的时间和精力 对我们的前途产生负面影响 举例来说 如果我们周围的朋友都是消极悲观的人 可能会传染给我们这种情绪 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动 因此 明智的交友是成功的关键之一 我们应该选择志同道合 积极向上的朋友 共同成长和取得成功 细节四 情绪控制 情绪控制是成功人士的一项必备技能 情绪不稳定的人往往容易在情绪波动时 言辞激烈 与他人发生冲突 情绪控制是一种重要的社交技能 它有助于我们在压力下保持冷静 理性思考 并以积极的方式应对问题 举例来说 如果我们在工作中遇到挫折或困难 如果情绪失控 可能会导致矛盾升级 影响工作效率和人际关系 因此 情绪控制是一个重要的细节 我们应该学会在面对挑战时保持冷静 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问题 细节五 专注力专注力是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 专注于自我提升和不断学习 是通向成功之路的必经之路 在专注的状态下 我们更容易学习成长和取得成就 举例来说 如果我们总是分心 难以集中精力完成任务 可能会导致工作效率低下 错失机会 因此 专注力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 我们应该学会在工作和学习中保持专注 以提高自己的效率和成就 细节六 积极思维 积极思维是成功人士的共同特点之一 他们倾向于用积极的眼光看待问题 寻找解决方案 而不是抱怨和埋怨 积极思维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应对挑战 还有助于改善人际关系 增进好感与兴趣 举例来说 当我们面临困难或挫折时 如果能够以积极的态度面对 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那么我们就更有可能克服困难 取得成功 因此 积极思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 我们应该培养积极的思维方式 以更好的实现自己的目标 细节七 自我投资比尔盖茨曾说过 最好的投资是自己 我们应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花在自己的身上 远离无效社交 不做伤害自己前途的事 成功人士都知道 专注于自我提升和不断学习 是通向成功的关键 因此 要时刻反思自己的行为和决策 不断寻找提升的机会 为自己的前途不断投资 细节一到七 每一个都是通向成功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注意和修正这些细节 我们可以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 迈向更成功的未来 不要忽视这些微妙但关键的细节 因为它们可能会在你的成功之路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让我们一起努力 不断提升自己 迈向更加成功的明天 喜欢这个视频吗 如果是的话 别忘了点击关注和点赞按钮 你的知识是我创作的动力 也能帮助更多人看到这个内容 如果你有类似的经历或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分享 一起努力 一起成长 谢谢大家